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是小甜阿血的》 《语爱》第156集,醉人的不只是酒,还有人 蓝叶还在替金夏担心,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金夏的这个问题 啊了一声,静呆愣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她才愣愣开口 但解释得东一句西一句的,有些牵强 金夏咧嘴,低头自顾自地喝咖啡 蓝总,她是不会轻易选择离开长青的 她跟我不一样,我只对她有感激之情 对长青的感情远眉深厚到舍不得离开的地步 但是她不同,她在长青创立之初就一直在 长青等同于是她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轻易放手的 金夏歪歪脑袋看着蓝叶 她心里有个大胆的揣测 蓝叶对蓝家轩 可能不只是一般的惺惺相惜那么简单 只是她现在和严世帆的这层关系 在和蓝家轩牵扯在一起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严世帆对她,究竟是怎样的态度 她想问几句,似乎又没什么立场开口 金夏无声地轻叹了一声 算了,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吧 都不是小孩子 相信他们能够自己处理好 对了,晚上要给严总准备一个接风宴 她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或者注意事项 金夏主动岔开话题 有些事情她现在不疑问得太深 适当地提醒即可 倒是关于晚上的接风宴她得多操点心 刚刚才得罪了她 晚上若再不住一些 恐怕到时候整个公司都要受牵连了 晚饭是陆毅安排的 她特地挑了一家得到的精菜馆 一家藏在城市深处 后海边上四合院里的私人会所 据说不是专人引荐的话 没有人会留意到这里还有这么一处会所 金夏有些好奇地四下里张望着 漆黑一片的路边 悉数排开的都是民宅小院 房古的建筑里透着现代化的气息 放在这个位置上 倒也算是恰当 只是何处才是陆毅所说的那个会所 她正迟疑着 昏黄的巷子里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男人穿着简朴的马褂 脑袋上扣着一顶六角的瓜皮小帽 弯起的腰身拉着略微有些饭旧的黄包车 小跑着出来 她的身后似乎还跟着一个人 也跟她一样拉着黄包车 若不是时间上早 金夏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了 您是陆先生吗 车夫将车子停下 主动和陆毅打着招呼 一口不算十分得道的金枪 听上去不像是本地人 陆毅点头 错身让他看了一眼身后跟着的人 我们一共四个人 可以坐得下吗 可以 您是两位先生一起坐 还是先生和女士一起坐 车夫很客气地询问着大家的意见 陆毅看一眼严士帆 试探地询问他的意见 严士帆压根没有留意到陆毅的眼神 只顾看着眼前的黄包车满眼的惊讶 他没想到在这里 居然还能看到这样传统的出行方式 蓝叶拉着金夏直接上了后面的一辆车 把前面那辆留给了严士帆和陆毅 其实惊讶的不只是严士帆 金夏自宜也没想到陆毅定的位置 会是如此有格调的会所 到了路口 居然是以这种方式走进巷子 迈入会所的 门外的装饰和其他的院子 并没什么区别 两只红色灯笼散出浅浅光运 照着灰墙壁瓦 有种错入时空的感觉 这种环境 不只是严士帆这种罕见回国的人 会觉得眼前一亮 纵使金夏这种 从小在国内长大的人也会惊愕 入眼是一面砖雕隐蔽 再往后便是曲径连扩 通往各处的院落 不时会有穿着旗袍的窈窕女郎路过 驻足浅笑盈盈地冲他们汗手致意 金夏看得眼都花了 刚刚拉车的男人 是一种充满力量的阳刚感觉 这会儿又是鸟挪拼停的温柔女孩 若不是提前知晓 她一定会觉得自己误入了什么特殊的地方 金夏目送着女孩们走远 继续跟着陆毅他们往前走 心里暗叹 这么好的地方 陆毅居然没有早点带她过来 蓝叶悄悄冲金夏十个眼色 眼神往前面 两个男人身上扫过去 悄悄比划起一个大拇指 金夏心悦成福地点点头 陆毅这个地方挑得的确无可挑剔 无论是谁在这样的环境下都能放松下来 去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会所的装修很有格调 菜单也很独特 厚厚的菜单足有三四金尘 打开的每一页都如同一本画册一般 里面的每道菜拍得如同艺术品一般 下面用迎头小凯列明菜名和用料 就这么一本册子拿出去当画册卖都是可以的 金夏一边翻着菜单 一边没出息地在心里连连咋舌 岩氏翻的中文讲得不错 但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并不透彻 看着菜单上一道一道的美食 她也只能凭借着图片的好坏 来判断这道菜大制的口感 翻了好一会儿 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把菜单右地还给了陆毅 陆毅熟门熟路地点餐 不时询问金夏和蓝叶的意见 很快就订好了餐 我已经提前让他们留了一套烤鸭 严总尝一尝这里的鸭子和上次蓝叶带你 吃的有什么区别没有 陆毅拆了毛巾擦手 随意地和严世帆聊着天 金夏擦完手 赶紧起身殷勤地为两位老板侦查 轮到严世帆的时候 他仰头看着金夏似笑非笑地和他说 金老师今天送我两元大酱 严某是不是应该先以茶袋酒敬你一杯 一会儿上了酒之后 再好好向金老师道谢 严总客气了 都是兄弟公司 应该的 金夏善善笑着回话 继续替陆毅倒茶 陆毅垂眸 抬手扶着桌上的茶杯把玩着 今天晚上这顿酒 金夏肯定是要喝的 至于如何喝 怎么喝 他得想办法控住这个局